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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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的嘉賓身在紐西蘭的麥智人 其實我很少叫這個名字 我們中學同學叫大蛇 但是現在大家長大了 大家都改名換姓 麥智仁先生 你好 李宗盛 你好 今次就是想說回紐西蘭的故事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見到開了一個項目 今天叫做關你紐士 我沒有記錯了 關你紐士 其實很多朋友現在在想 是不是馬上開居住 紐西蘭也是一個以前很多香港人想的地方 但是因為它沒有一些叫救生艇計劃 所以近年應該不會太多人去 我們不如先從這裡你自己的故事講起 為什麼你會移民去紐西蘭 就是你前後也去了十幾年 應該是嗎? 最初你為什麼會去國際 我是2005年第一次移民的 當時就有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 在香港工作就好像很不順利 剛剛離開了我的舒適圈 不能做體育記者 那就要轉行 當時想轉行不如轉國家 反正也轉行 反正也不是做體育記者做其他事情 不如再想一下 第二個選擇 剛好那時候人生適逢了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和我太太結婚 和我前妻結婚應該說 我前妻就是紐西蘭華僑 剛好我們就有了寶寶 她又覺得紐西蘭各方面 所有事情都好 都是比香港好 剛好我又 就是那個時間 離開記者這個圈 順利成章 去紐西蘭生兒子 女兒 生女兒 找工作 生根 2005年去了紐西蘭 所以你去 都是移民的方式 算不算是醫親 因為當地 你那時候看到她是紐西蘭人 是 是醫生 所以現在你住了一陣子 我看到你中間又回到香港 現在你又回去了 其實你覺得 很總括來說 紐西蘭是不是一個移居的地方 是 紐西蘭 因為她叫我做資料搜集 她的最低工資 是20元房子 一個小時 乘港幣大概是108元左右 一個小時 那全球呢 據我資料搜集來說 就是第六高的時薪 第六高 最高是瑞士還是單 我忘記了 那如果你對比回時薪 百多元 用在本地消費呢 那個購買力其實是強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移居是挺移居的 一個簡單的提示 香港我們經常都說 地小人多 買樓是很辛苦 困難幾件事 但是一刻 在紐西蘭 如果你買一間 似似養養的房子 三房兩層 連兩個車位 四百多萬港幣就做到了 那四百多萬 香港買了什麼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兩房而已 可能是 或者一房而已 如果你肯搬遠一點 我剛剛星期五 認識了一個新同事 每個星期供樓 就大概是六百元房子 那乘五就是三千元 乘四個星期就是一萬二元左右 一萬二元在南區 就是一個叫做 我不敢說是貧民區 但是比較 納襲 惱叫一些 類似可能是深水埗 或者是北河街 或者是那頭的地方 12000元 兩個星期 就是12000元 港幣 可以做到四房 四房 一家 他們六口 兩個大人 四個小孩 住四房 都是12000元港幣 那香港12000元 一定是住不到四房 所以 就是我說 紐西蘭是一個移居的地方 就是 購買力是比香港強的 就是 即使你的 薪金是一樣 或者是差不多 那個購物是強的 因為當香港人現在想 大家去哪裡住的時候 當然你的地方貴不貴 房子大不大 這些是一個元素 當地究竟是否歡迎 或者大家的文化 差異如何 又是另一個因素 因為我看到你的項目有時候會介紹一下 當地的文化 你所接觸所及 紐西蘭的文化 和香港人中間 是否容易融入 或者他們其實也是 平時我們有些 我們報室很少見的 什麼無理族 就是他們平時有些什麼 折日 香港人其實不太知道 你覺得香港人去到 那個適應問題會怎樣 我覺得如果是去大城市 例如奧克蘭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有 不像一條唐人街 有幾個唐人街 它不像說 倫敦、紐約 大大的牌坊 四海一家 封條、雨順 那種唐人街 它是一條街 或者一個小區 一個有百間店鋪的區域 或者一條街 有百間店鋪的 整條街 你看到很多中文字 有吃的、喝的、玩的 馬雀館都有 所以要適應的 你住一些區沒問題 可以跟中國人溝通 可以跟中國人打交道 可以買東西去中國超級市場 吃東西吃叉燒、吃燒味 吃泰國菜 都是中文餐牌 沒問題 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想跳出去 說我在這裡 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 都是對著香港人 我來到紐西蘭 我想跟本地人混在一起 沒問題 你可以去回外國人的超市 可以去外國人的餐廳 打外國人工 沒問題的 所以你要融入這個文化 其實可以有很多選擇 本地文化也可以 唐人文化、外國人文化也可以 經常不講英文 只是講中文 看中文報紙、看中文面試台也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些地產的朋友 會不會覺得 來到你又自成一個 跟我們本身所去 希望推廣那種共融 好像有點不同 東地人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認識一個地產經紀 他是大概是97前後來到紐西蘭的 那他那時候就是因為97來紐西蘭 他說最初來的時候 那些人真的 F他 F完之後 你找回你的國家 就是小小事都會說髒話 叫你走 我不歡迎你 但是他說他來了這裡 由97前後到現在了 2022年了 他說已經沒有在這種情況 大家歧視中國人 不喜歡黃皮膚 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 剛才 就是我們之前 開錄影節也提到 在華人社會是有 連銷市場的 室內的連銷市場 都是擺檔買花 買一些小食 買一些特色的貨品 連銷市場的 這個省私點證儀式 是由這個叫做總理 或者副總理 或者那些什麼外交部長主持的 你想想 一個國家的總理 他會去你的 少數族裔 我們叫少數族裔 去少數族裔的 一個節日的一個market 那裡做一個這麼重要的儀式 可以看到其實 這個政府是著重 少數族裔文化 尤其是著重華人文化的 所以其實我會看回 就是 紐西蘭人 不會歧視 不會比起 九七前後 少了歧視華人 或者少了 覺得華人是外來人 這件事情 另一個層面 現在很多香港人來到香港 都是 種種原因 政治、適應、學生 種種原因 但是來到會不會跟 比如說中國大陸的移民 關係很差 還是基本上來到這邊 可以什麼都放下 就是以你親眼所及的關係 又是怎樣的 個別 人是不同的 在我這裡認識的一些華人 無論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台灣 馬來西亞、哪裡都好 有些是撕不掉他們本土的一些習慣 比如他們會 好像在大陸這樣 來了紐西蘭之後 有子女 但是他們可能另一半 會帶子女回內地生活 仍然是覺得內地的生活好些 但是兩夫妻可能 爸爸帶子女回內地 有一個更好的生活的培養 發展 但是媽媽 母親又是留在本地賺錢 發展他的生活 一家人一家四口 可能是分開兩個地方的 所以其實 和本地人 本地華人 合不合得來 是看個人 有些人是很落地生根 看移民報紙 吃西餐 會唱 紐西蘭國歌 我試過有一個朋友跟她說 啊 我來了 那時候來得很短日子 啊 來到這麼久 我還未記得國歌歌詞 然後她說 啊 中國國歌歌詞 你不記得嗎 子妻 其實我講的是紐西蘭歌歌詞 紐西蘭歌歌詞 那這位人士 她就是覺得 由中國移民來紐西蘭 不需要懂得唱紐西蘭國歌 我覺得我是需要的 因為我是移民出來 我是這裡的人 就是好像我記得我和你的朋友 梁錦成都提過 她說去深圳上班 深圳有一個口號就是 來了便是深圳人 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來了便是Kiwi 不要當自己是Pakia Pakia在紐西蘭的毛利文 就是外來人 或者叫做Alien的意思 不要當自己是Pakia 要當自己是本地人 那你就能夠和本地人融入到 而有些華人 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華人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仍然覺得是 無理文化或者紐西蘭文化 不要說像一等 但是你覺得有不同的話 我覺得融入不了 這個現象是否普遍呢 近年中國經濟很強盛 也有很多叫做Sharp Power的行為 那你說的事情 會不會都令到 那些邦西蘭人 是有些不舒服呢? 這個也沒有的 其實 因為我們 我想紐西蘭是一個很注重文化的國家 無論中國文化 無論中國文化 無理文化 湯家文化 其他太平洋賭國的文化 只要你移一問過來 大家都是四海一家的 那譬如 銀行它會有些專講特別語言的櫃位 例如說國粵語的櫃位 國粵語都可以說到的 湯家語 無理語 庫克群島語都可以說的 那其實 我覺得 紐西蘭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因為 只有75%的人口 是本地出生的 其25%是移民過來的 那我想跟香港比 移民入口人數 比例是多於香港很多的 你將會出一本書 經常說紐西蘭生活點滴 譬如想來的怎麼來 其實很簡單地問 譬如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他真的很想來紐西蘭 但現在紐西蘭就沒有加拿大 或者是英國那些行程 那有什麼途徑是最方便可以來到呢? 我會選 讀書和就業 兩種 先說讀書 讀書的方法就是 你在紐西蘭 譬如你選了奧哈蘭才算 你在奧哈蘭找一間 大學 或者學院 提供一個科目給你讀的 譬如 我自己 可能土木工程師 已經是專業人士了 我讀一個 跟土木工程有關的項目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項目仔 我不知道 為了說回我自己是專業 我是做社工的 我都在紐西蘭讀了一個 course 是有關保護兒童的法律的 例如兒童是幾歲可以做工 什麼國家有什麼不同的法例 我都清楚的 讀完之後 那你就會有個 讀書時候的student visa 讀的時候 不是讀完之後 讀書時候的student visa student visa是 你 准許你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可以一星期工作21小時的 那就是說 如果我是一個香港的社工 我在紐西蘭讀一個短的課程 是關於保護兒童的法律 然後用了21小時 就可以做一些工作 我不管什麼工作 可能簡單到去看母包店 五包看母包 複雜到可能真的做一些 跟社工有關的工作 那用了21小時的工資 去支持自己的收入 或者是生活所需 那其實這個就是提到的 學生簽證移民的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工作簽證 工作簽證就是 都在這裡很流行的 我很多同事都是用工作簽證過來的 首先你就是人在外國 我有同事在印度 那些印度很神奇 那些印度呢 是做玉淚分割圓的 是劏豬的 那些印度劏豬 他就上網申請一份 紐西蘭社工的工作 跟著就上網用Zoom建工 建完工建成了 公司就幫他申請一個工作簽證 於是他就可以過來打工 那就可以 那就是玉淚分割圓可以做到社工的 紐西蘭 這個就是奇怪了 可能他面試的表現很好 或者他有些相關的工作經驗 或者他有讀書 我不知道 但是他正職在印度做劏豬的 正職 所以根據這邊法例 你有工作簽證 來上班之後 才有乾燃就可以入籍 還是兩條路 幾年老 如果沒有記載 是三年 有朋友就是 先申請了工作簽證 過來做一份工 然後這份工可能不適合他 或者同事不合適 或者各樣各樣各樣 他再申請轉工 轉工那份工 又可以幫他延續工作簽證 那他又可以繼續保持工作簽證 繼續留在紐西蘭 繼續做工 繼續享有紐西蘭的福利 還有要交稅 跟著就是等 好像如果沒有記載三年 三年之後就可以拿 Permanent Residency 我忘記了 這個要檢查一下 因為以你這樣說 當然可能有些朋友會比較容易 但始終紐西蘭人口是少的 如果你大量新移民來到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問題 他們的政府有沒有一些做法 可以確保 新移民來到 他是會尊重紐西蘭本身的 核心價值 融入社會 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政策 如果你來到 你還是每年都是 其實長處在溫州 然後又不學英文 就是有沒有一些政策 令到國家容易加入 有Ministry of Ethnicity 叫做民族保 我不知道怎麼形成 Ministry of Ethnicity 他就是管理民族政策 當他們發覺有些失衡 不平衡的時候 當有些人不融入本地的文化的時候 他會有些政策出來 例如可能搞一些很簡單的 什麼什麼節 什麼什麼節 中國文化節 華語文化節 接著你會看到 那個星期裏面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人 走出來去報道新聞 而那個人是華人 或者是有華人背景 他姓Wang 姓Shuo 姓Li 接著他會報新聞的時候 會謝謝大家好 又先報新聞 用英文報 再見 晚安 又先完新聞 就算不是華人 Cook Island 沙漠 或者是Fiji 都會有一星期 有一個人出來報新聞 他是用英文報新聞 但是他會是用他的語言來說 你好 再見 多謝各位 這些說話 很有趣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這是方便他們融入 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們的心態根本來了 正如剛才你所說 又不想唱歌 又不想你這邊 總之只是拿護照 政府來說 有沒有可能令到他們 比較投入 不然也很難為自己的核心價值 特別有國家人口是少的 他們有沒有想過這方面危機 我看到就沒有了 我認識的人 真的是 整天不出唐人街 老人街 尤其是 去圖書館 找中文書 看中文報紙 電視台就看33台 就是中文電視台 然後買菜 就去中國超市買 吃東西就去 華人的肖立堡吃肖立 他們真的不離開華人圈子 過一世過半世都沒有問題的 是有這樣的人的 我不知道其他福島 尤其是怎樣的 我真的不清楚了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剛才你提到的無理重文化 其實在近幾年 他們應該是不斷提升原住民的地位 不止這幾年 過去一段長時間 也是 你覺得這一類太平洋賭國的文化 其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哪裏呢 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他們不穿衣服 他們 可能外出不會打大尺辣 上身不穿衣服 下身未必穿鞋 不過這不是人人的 有些人會穿鞋穿衣服 很現代的 總體來說 無理的文化 或者是太平洋的文化 他們是很 他們很嚮往紐西蘭文化的 總體來說 紐西蘭像是一個大佬 而它後面的就是很多太平洋賭國 是它的弟弟 好像我們玩三國無雙那樣 你前面控制著關羽 後面有些小竹會用槍去對付敵人的 那些賭國就是後面三國無雙 跟著關於那些小竹 我們來到紐西蘭就會 祈求找一份人工工 不用受天然災害 或者是各樣天然限制 所影響他們的生活 他們會想他們的子女學到更好的英文 還有他們會融入本地社會 他們會更加 會傾向於 比華人更傾向於 找回講英文的工作 講英文的生活的 毛利文化他們 因為我現在讀著社工 第二年了 今年是第二年 那我讀了一個叫 Tewananga or Altiaura Wananga的意思就是 學習的地方 在毛利語那裡 而Altiaura就是 毛利語就是紐西蘭的意思 Tewananga or Altiaura Tewananga or Altiaura 就是The University of New Zealand 那為什麼我會認識呢 就是因為我來這個學校 我是要學毛利話的 我已經會講幾句毛利話了 一個中國人 入大學學社工 除了要學社工的技巧 或者是知識之外 還要學毛利話 學唱毛利歌 看毛利的電影 其實對於其他國家來講 是很 我想會很特別的 因為可能你去到其他國家讀書 不會有一個科目 叫做bicultural 什麼什麼什麼 我在讀的就是bicultural 和文化的社工 除了社工之外 還要學文化的東西 要學毛利 和毛利以外其他種族的東西 例如剛才看到 語言 唱歌 文化 學跳他們的舞 這個是我覺得 看到毛利文化 在紐西蘭 是多被尊重的一種文化 嗯 你提到一些太平洋島國 他們很多人都應該移民了 或者暫居在紐西蘭 我印象中 說Cook Island 或者紐埃島 可能住在紐西蘭的人 還多於本身的島 會 你見到這些朋友 其實他們有沒有機會 互相了解一下 譬如說他們知不知道香港是什麼 就是會不會都 有些好奇心 還是覺得其實這些都很遙遠的地方 不要煩他們 他們有沒有一個認識呢? 有的 紐西蘭人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你跟他說兩句 他就會問你 Where you come from 你來自哪裡 因為剛才提到 75%是本地出生 25%是來自外地的 譬如我一份工作就是做 院舍的健康助理 part time 的 那我每次回院舍去做 上班 去照顧一些健康有需要 譬如是傷殘 腦弱 或者是自力衰退的人的時候 會見到不同的同事 每次都不同的同事 同事就說 Ted 今天第一次見你來 Where you come from? 我說來自香港 接著他就會問很多黑鬼香港人 Oh you come from Hong Kong 你在香港那個疫情嚴不嚴重 為什麽你來香港 你來香港幾年 你來香港之前是做什麽 他會有興趣一個來自香港的人 背景是怎麽樣的 反過來我問他 你來自哪裏 他來自柳拉 來自所羅門群島 來自虎克群島 來自Marshall Islands 他講完之後我又問他 Marshall Islands 你在那裏做什麽的 不會做啟工吧 他會問你 我在Marshall Islands那裏是粗魚的 我在Code Island那裏是斬椰子的 他會告訴你 他在Code Island 或者Marshall Islands那裏做什麽 為什麽過來 過來多久 為什麽會轉行 他們很願意分享自己的背景 或者是家裏有幾多人 幾多子女 幾多歲 這些是很願意分享的 這個紐西蘭人 無論是來自任何群島 或者是本地人 或者是本地出生 或者是外來人 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們很願意分享的 所以最後不如看看你本新書 你便會出版 你裏面提及過 應該就是在當地怎樣去生活 有沒有一些前瞻的分享 你想和我們在現在這個平台上分享一下 譬如說 最後一些提醒大家 大家想出發的話 有什麽要注意 我個人建議不要隔山買屋 因為買屋其實也是一件事 幾十萬首期 甚至可能也不少錢 那如果買屋你要人幫你選 其實你不看過 你不知道那個區 好不好 這間屋好不好 因為這間屋如果是新區 都起碼是十五六年樓齡 舊區可能是過八十年 九十年樓齡的了 那我們買屋之前 我自己來講 就是請了一個builder report 就是有一個builder 就是建築師類似的那樣 就是檢查一間屋的狀況 看看它有沒有流水、滲漏、打風、下雨、太陽 各樣對這個屋的結構有沒有影響的 那如果你隔山買屋 那其實你自己不看過 很難做到builder report 或者builder report 可能不夠詳細 你自己也不知道 那所以我建議就是 先租A、B&B 住兩三個星期 過到來之後呢 再用這兩三個星期時間 去找一間屋去租 那租的其實 那你都是買一間屋去租 租約 扣了B&B之後 你就可以自由 可以走的了 那就再用租的時間 可能租三個月 租五個月 租半年 用這個時間再找屋去買 如果你是打算買屋的話 再找屋去買 如果租的更簡單 你就繼續租屋 如果買就 先再去看樓 再去想究竟買哪一區呢 效網好不好呢 交通方不方便呢 或者你過來才找東西做 找東西做 上班方不方便呢 各樣各樣 那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香港人如果想移民紐西蘭 選奧克蘭的話 提示就是 先租A&B 再租房子 再買樓 我們等你本身輸出 然後 現在 這個情況 很多朋友在想的時候 你要兼顧生活 衣食處行 適應 文化 學習 家庭其實是很複雜的事 所以我想現在 也是想盡量 很多不同的資訊 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 有需要找你的話 可以怎樣找你呢 通過你的項目 通過我的項目 通過我的項目 跟你的樓事 樓是紐西蘭的樓 對 通過我的項目 那項目會繼續不時更新 還有告訴大家 那本新書出的日期 或者是哪裏買到的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這裡 希望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可以再見 謝謝 說定再見 約定再見 拜拜 拜拜